安妞 明根里米达 今天要來跟大家公布我的身份 因為很多人都問說我現在正在幹什麼 為什麼當練習生可以一直拍片 拿來的時間 所以呢我今天要跟大家公布我的身份 其實我從第一開始拍的第一支有關於練習生的影片 我就已經不是練習生了 其實你們可以在留言裡面發現 我其實都有回答 我現在的身份並不是練習生 而我只是想要把一些你們不知道練習生的事情 或者是好奇練習生的事情 把它講出來分享給大家而已 那為什麼我又會來拍YouTube呢 因為當初回到台灣的時候 其實有一點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幹什麼 然後也不知道去向 所以就拍了那支影片 然後想說試試看YouTube 看會不會起來這樣子 就是算是人生的一個跳板吧 除了拍片之外 那因為我本人還是放不下這個夢想 所以我就還是繼續去征選 所以你們就有看到我之前有拍一支我去上海audition 就是因為我還不想要放棄這個夢想 然後在這之餘呢 我還是有在台灣打工 因為其實去當練習生必須要有一筆錢 那我希望這一筆錢是由我自己親手賺的 然後自己去搞定自己的生活費房子那些的 所以其實當練習生還是要有一筆錢 因為我之前看到一個留言就是說 當了練習生最後還不是去打工 我就覺得 WAT THE FUCK 因為當練習生需要一筆錢 所以我必須得要打工 這也是為了我的夢想去做的事情 其中的一部分 那我現在最新的計畫是什麼呢? 就是在前幾個月的時候 已經確定有一家韓國經紀公司要跟我簽約了 只是因為那個時候武漢肺炎爆發 所以呢 就是也沒有辦法出國 因為我出國再回來可能就是都要隔離 然後也會影響我現在在台灣打工的時間 所以我們雙方就是協調好 等武漢肺炎過了之後再去簽約沒關係 所以就是之後的武漢肺炎過了 然後我就會去那邊正式的簽約 那為什麼要跟大家講這個呢? 是因為之後我也會問公司說 是否能繼續拍片 然後拍片的目的是為了讓你們更離練習生有一個近距離的感覺 然後也可以讓你們從觀眾的角度去體會練習生的生活 讓你們知道練習生的生活是什麼樣子 是不是你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公佈我現在目前的身份與計畫 因為實在太多人問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事情也是得要跟大家解釋一下 為什麼我現在有那麼多的時間會來拍片啊 其實也算是我人生中一個娛樂休閒吧 因為我之前就還蠻喜歡攝影的 然後剪影片 然後也想要當當看youtube 雖然現在還沒有起來啦 之後在這段期間我也會繼續拍片給你們 然後讓你們更了解練習生的一些小知識 直到武漢肺炎結束去那邊 我會讓你們更近距離的看練習生的生活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幫我按下訂閱分享還有讚喔 那我們下支影片見 安喲